新唐人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运送的货品是这么大型 一辆一辆的车子 然后在这边工作的人呢 又必须非常小心 全部武装还戴着手套 开车 好让我想到了四个字 就是要非常的胆大精细 为了确保车子运送到目的地时 还像刚出场一样是全新 港口有很好的品质控管 运送的员工都要经过特殊的训练 如如何停车才能使车体保持平稳 即使在海上航行 会摇晃也不会伤害车体 今天呢 九九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因为我们接受了Jacksonville Port 他们港务局的邀请呢 来参观他们的港口 大家知道吗 在我身后呢 这艘船呢 你们知道吗 在美国呢 只要把车子制造好 他们要运输到别的国家 比如说亚洲地区啊 比如说其他南美洲 那怎么运呢 就是从这里运出去的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车子啊 新的车子 没有贴那个车牌 然后上面呢 把所有的塑胶套啦 什么都包得好好的 而且他们所有的司机呢 开着车子进去呢 他们要穿新的衣服 整个是装好手套啊 因为他们要确保车子是完整 全新的 而且他们很有趣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车子一辆一辆进去呢 其中会参载一台旧车子 好像小货车那样 因为他们要确保人员安全的出来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控管呢 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家猜到 我身后这艘船 运输船 它有几层楼高呢 12层 里面有12层楼 所以呢 它一次可以再多达5000辆的汽车 哇 这真的是很功成浩大 所以呢 哇 今天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来参观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大运输船的样子 和一般的船不太一样 这种船的名字叫做滚装船 滚装船造型赫书 船身高大 有好几层甲板 上甲板没有舱口 也没有其中设备 车辆通过跳板直接开进开出 这里的运送团队一组是21人 今天的运送动用了两组人 约42个人来开车 这些运送员的待遇都比较高 因为搞物局会协助厂商赚钱 让更多厂商愿意来Jacksonville 帮助当地就业市场 现在我们在Jacksonville的港口呢 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导览的车上 那在我身边的呢 这位他们就是他的公关叫Nancy Hello Nancy Hello Jojo Thank you Thank you Nancy曾经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资深记者 现在是杰克逊维尔港港务局的公关 他一讲起港口就神采飞扬 聆听他说话的人都会为港口的发展 而有衷高兴 对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明白 哇 谢谢Nancy 你欢迎Jacksonville Thank you 杰克逊维尔是美国重要的港口城市 拥有美国东南部第五大深水港 是佛罗里达州东岸的最大集装香港 和散货装集中心 一到这里就感受到繁忙的气氛 大型货船停靠在岸边 货物从卸载 检验到贵类 运转一切紧然 而港口露天车厂上 成千上半辆的新车 更是让人惊叹 我们是美国国家的第二次货车 和货车的第一次货车 在美国国家的第一次货车 我认为美国和新加州 我们是一较前面的 杰克逊维尔港处于 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地理位置优越 再加上美国西岸 有许多港口的运能 都已经接近了宝和 更是给予东岸的杰克逊维尔 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杰克逊维尔港 在过去十年里发展迅速 现在已经成为了 全美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每年都有来自 一百多个国家的大量货物 从杰克逊维尔港上岸 被运送全美 从该港出发的货物也源源不断地 被运送往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因为声誉良好 杰克逊维尔港还成功地吸引了 八条亚洲航线 并被一些航运公司 指定为亚洲的直航港口 这也让港口的集装箱 吞吐量提高了不少 使得杰克逊维尔港成为 美国少数几个 在国际贸易不景气的环境下 依然保持增长的港口 Nice We have a reputation here in Jacksonville for doing a very good job for our customers time is money for the shipping industry and they need everything to do be done very efficiently and that's wh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here but mostly what we're about is making opportunity for the citizens of North Florida for creating good jobs and for bringing dollars here 因为这就是每个人的生活质量 这就是我感到很高兴 跟Jack's Port 是啊 如果自己的努力 能给别人带去幸福 真的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啊 难怪他会放弃让人称现的记者工作 投身到这个港口来 有点 65,000 people in this region who work because the port is here if the port wasn't here there would not be as good a quality of life for these people they would not own homes and cars and send their children to college and live the American dream so it's why we work every day and why everyone works so hard here to attract new business and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that we're known for 捷克逊维尔港不仅为当地的居民 创造了福祉 也为其他地区的人们 带去了丰富的生活资源 刚刚Nancy跟我讲啊 说这辆船呢 他们是开到那个Porto Rico的 那Porto Rico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岛 那它们70%的东西呢 都要从这个Jacksonville Ports 他们要运输过去 所以这个港口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哇 这个非常重要 事实上 港口与我们每个人的关心 比大家意识到的要紧密得多 仔细想一想 我们平时吃的 穿的 用的 有多少是从其他国家运送来的 或者其中的成分是进口来的 如果没有港口 生活会变得多么单调乏味啊 说到生活 逛了一早上 肚子已经有点饿了 吃的什么好呢 既然到了港口城市 海鲜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啦 当地的朋友介绍我们去一家 叫做Safi Harbor Seafood Restaurant的餐厅 从港口去餐厅 最快的方法就是 做渡轮从圣约翰河上过去 圣约翰河上的渡轮 早在1948年就开始运行了 现在是美国最后几个 存留的公共渡轮之一 其实圣约翰河上也有桥 但从桥上开车过河 要比通过渡轮 多花大约半小时的时间 当地政府为了方便民众的通行 特别把渡轮保留了下来 今天很高兴的是 我们不仅要坐上渡轮 还将认识这艘船的船长 看看他工作的地方 这是船长他们工作的地方 我是第一次进到船长工作室里面 整个太兴奋了 飞轮船长1995年开始在这里开渡轮 他向我们介绍了工作室里的一些重要的仪器 比如加速器 方向盘 但最让究究我激动的是 现在呢 现在呢 船长交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等一下呢 我们船要驶离这个港口的时候呢 就要鸣笛 等一下我本人就要接受这样这件工作的挑战 哇太兴奋了 好 走 我也是在船长的 我也是在船长的 鸣笛后 船就正式出发了 这时啊 船长又教给我另一项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如何控制船的方向 这件事让我太兴奋和难忘的旅行经历了 刚才啊 拉响笛的那一刻 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船长 带着大家往前行 好有成就感哦 但把握方向盘的时候啊 又突然又有一次害怕和紧张 虽然有船长在身边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船上这么多人 哎呀 这船长啊 真是不好当的 需要肩负起那么大的责任 小女子我啊 还是到甲板上 买买风景吧 除了帮民众节约度图上的时间 当地政府保留度人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啊 民众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多一处可以欣赏自然美景 放松性情的地方 因为圣约翰河上的风景 真的好美 可幸运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海豚都这里 这里爱一直游游游游游进去港口 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海豚 除了海豚 更幸运的是看到 我们现在非常兴奋的就是刚刚呢 他们告诉我们这艘船呢 就是发现Titanic的那艘船 哇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 刚刚他们告诉我们呢 说说这艘船要怎么发现Titanic 它就是把那个摄影机啊 用那个潜水潜水艇放到底下去 一直沉到最底下 然后就发现了Titanic沉船的地方 所以它现在停泊在这里 我们真的很幸运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 真的很快 说话间船就要靠岸了 岸边亚已经有工作人员等候在那里接应 船停好后 船上的车子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 陆续开出 继续各自的行程 我们呢也要去寻找每一位大饱口福咯 这里是Jacksonville的Main Paul 因为它临近了海港呢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新鲜的渔货 而且呢很多人他们在周末假期的时候呢 会从城里面开车到这里 老远的开始来这里买新鲜 我鱼货回去煮 因为这边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而且食物非常新鲜 那当然啦 你现场来到这里也可以品尝一下 他们这里当地现做的这些海鲜 有炸鱼啊炸虾啦 所以现在恶话不说我要开始吃了 不论是炸虾还是煮虾 只要是新鲜的就有格外的鲜甜美味 再配上特制的酱料啊 嗯回味无求 说到Main Paul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 因为它是美国著名的海军基地 但同时呢 这里也以鱼业和盛产优质海鲜而闻名 我们来到这家餐厅 在当地也很有名 看看这里丰富的各种海鲜 以及买海鲜 吃海鲜的人潮 就知道啊 这里的海产有多好了 不过啊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啊 就是一边吃着海鲜 一边啊还能欣赏海景 在海边 海鸟是风景之音 你发现了吗 圣约翰河上的很多地方啊 都能看到一种很可爱的海鸟 那就是啊 有捕鱼高手之称的蹄湖 看它们在海面上啊像小船一样的荡漾 一幅悠游自在的样子 应该啊是已经吃饱了 虽然没看到提武捕鱼的精彩画面 但一边可以欣赏海鲜 哇你看还有大船筋哦 还可以欣赏海鲜 真的是非常惬意 真的是非常惬意 在海鲜的地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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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D回到NTD為確知情報道關於China 唯一公司播放在China 給中國人的信息 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信息 記者和封信信息 提供資訊資訊 你不可以得到任何其他地方 在此時,有很多重要事情在China 尤其是在中國的經濟 而 NTD在每天都看著它們 這就是重要的消息 你不能找到更好的消息 NTD推廣傳統的中國藝術和文化 通過一大量的展示和活動 幫助中國人聯繫跟他們的旅行 《Time Square》的展示會是很興奮的 在紐約市場上 而《Jane Speer Foundation》 是很興奮參加的 你們每年辦的都是 當中國藝術文化推廣 像全世界推廣 像美國主流社會推廣 一個很好的平台 NTD serves as a unique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elping overseas Chinese to learn about the societies they live in 新唐人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安 謝謝你們對這個電影的喜愛 希望能有一些更好的作品 然後希望帶給大家很多的歡樂 去獲得新聞在中國 最信任的資料 最信任的資料 是NTD 去找到中國人 生活在世界上 在中國 沒有其他媒體 跟NTD 要知道中國 在中國 中文化 你只需要去一個地方 NTD 做星期間 你是否認真的 開不動 超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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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赫薛维尔的水上计程车是连接市中心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工具 沿着圣约翰河有几个站点方便人们去不同的地方 我们现在正好要搭这艘船的water taxi 就是它现在在Saint John River上面的这艘船 就是会在这附近的比如说要去餐厅用餐的啦 或者在附近可能游客啦 或者是他们想要到比如说hotel 或是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Jacksonville Landing这个地方 如果公司要去他们就会搭这艘船 所以上面很多人都... 而且明天有活动所以这边都很多很多人 水上出租车经过的这片地方呢 正是杰克旭维尔的市中心 最繁华的地方 到了晚上啊 两岸一片灯火通明 看来岸上一定很热闹 吹吹海风 看看夜景 不知不觉啊 已经是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了 这边呢是Jacksonville Landing这个地方 这整个区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shopping mall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临近呢 它有一整个边都是靠近这个 St. John River 圣约翰河流这边 所以呢 它变成说很多人呢 尤其是一些有钱人 他们可能呢会说开着他们的游艇呢 开着他们的亚呢 然后来到这边 然后用餐吃东西 那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就是 我们刚刚从入口处呢 就已经有被围杆 栏杆那个围在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明天就是美式足球赛的比赛 所以从整个美国呢 或可能是世界各地喔 来到这边来欣赏球赛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这边呢 今天晚上即将是一个不夜城 很多人呢 这边party 然后很多地方都被围起来 因为这边所有的地方都有活动 非常的热闹 我要去感受一下 热情的活力的 果然 来到这里的广场上啊 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等待着明天球赛的开幕 比赛前是球迷们啊 心情最紧张的时候 因为啊 一切都是未知的 胜负皆有可能 这种心境下啊 真的是很难入眠 那不如啊 和大家聚在一起 把酒狂欢 天色越来越晚 但聚集来的球迷啊 却越来越多 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正碰到水上出租车 又送来一群球迷 岸边呢 也已经停泊了不少的游艇 站在回程的船上 只见Jacksonville Landing的广场上 亮如白昼 人声鼎沸 美国球迷的热情啊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虽然在杰克逊维尔只待了一天 但不论是工业发展和文化生活上 都已经让我深深感受到 这个美国最大城市的红波朝气 其实杰克逊维尔并不是一个新兴城市 它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只是 除了一些遗留的古迹 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它的积极和活力 字幕志愿者 杰克逊维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国家被灭亡有可能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就说你分量是非常大的 钢琴王子吴嘉琪给人感觉丝稳又阳光 大太阳底下辛苦练习 不停做自我要求 嘉琪果然有了出色的成绩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吴嘉琪出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位女贵贱都流行的穿着服饰 而贝纸是一种外衣 相当于现代的风衣 直领对筋 长度过息是它的特色 不过很纳一段时间 那是阳光拉一边 就是阳光拉一边 各的乐阳 到底是世界权 怎麼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掌声感谢乌佳琪所带来的表演 这位俊俏的公子文人小生您好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这套服装的行头吗 好 那我现在在身上穿的这个呢 是在宋朝的时候 在文人亚世间呢 相当流行的叫做贝子的一个服饰 那其实呢贝子这个服饰呢 不但在文人亚世间非常流行 那他们呢在宋朝的 不管是贫富贵贱 然后还是男女老幼 都非常的流行 这个叫贝子的服饰 想请问一下 朋友看到你来参加这次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他们一开始会笑说 哎我家琪的穿那好 就是很不一样 就觉得好有趣这样子 然后其实 可是后来看久了 他们看久了我的照片 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越看就越有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想还想要再讲一下 那其实宋朝啊 他的衣服 他不是像刚才Ember讲到的 他是纯天里去人浴 所以他在用色剪裁上都比较简单 然后大方 然后也走比较合身的感觉 对对对 你刚刚也把宋朝的这个流行的特色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高高老师想再请问你 那穿上我们这些衣服 他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那呢其实这个汉服呢 他本身意义 他不只是剪裁上呢 然后用色用料上 非常的精致滑美 那他本身呢 也非常的有意义 像他的腰带 他系这个腰带呢 他其实呢 除了固定本身的衣服之外呢 那希望呢也是期许人呢 要有权衡的规矩 对 那他呢在后面这个被子 有需要给大家看 好 他在后面呢 他有一条从上面直通下面的 这样一条的缝线呢 就是要提醒人呢 就是人到底天立地 这样子意思 非常好 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接下 是 那个后面这个忠诚线呢 就代表就是人到正直 贯穿天地 那汉服的他的袖子呢 他是呈圆弧形 以硬规 也就是天地圆容 胶领成橘以硬方 代表不依规矩 不成方圆 那你刚刚也讲了 腰系大带 就表示我们的行动进退呢 要符合权衡规矩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你今天穿的汉服 不只是来比赛 一定要把这个内涵深深的带给你自己本身 也带给所有的观众 谢谢 我们刚刚看的佳琪穿这一身服装 我觉得非常恰当 很有那个断正的形象 跟你当初第一次出赛的时候 非常符合你的阳光男孩 但是我看到你拿的扇子的时候 我这边要提醒你一下 拿扇子 纹人是山胸 下人是山腿 五人是山头会出汗 所以当你拿了扇子 我没有看到你在山胸 那个纹雅的质感 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这个方面希望你下次 稍微再注意一些 好吗 这些我觉得你在整个舞台上 呈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心 其实你在这套服装上 应该说服装有点配不上你 其实你有那种贵气在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你出赛的时候 你选择的那一套服饰 相较之下 那一套更能够衬托出来 你的这个气质 那就像刚刚万老师也讲的 其实你在这个部分上的话 如果多用功的话 其实你会更了解 那整体搭配起来的话 也会更好 但是其实你今天整个回答了 自然的这种状况来讲 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了 我相信未来你在这个部分 推广汉服 一定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好朋友 谢谢 谢谢怡老师 我们也谢谢佳琪 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谢谢 怎么突然间 其实佳琪本来他的气质就非常的好 但是呢 再加上这套汉服 这是加分在加分 你自己觉得呢 那其实呢本身这个衣服 那我先来做一个比较 就是初赛和决赛的 这个衣服比较 那我觉得初赛的时候 是皇太子的衣服 然后复赛呢 是一个文人雅士的衣服 那再相较起来呢 皇太子需要展现出一种 非常宏伟 宏大的气度 因为毕竟是即将登基的那个 一个位置 那所以呢 他的动作上的限制就比较多 那需要称出自己的体格 然后动作不能太多 那可是呢 相较于这个文人雅士的衣服呢 他整个是走比较飘逸的剪裁 对所以呢 我们在 超香老师知道我们走秀的时候呢 也是希望我们走出一种 比较潇洒的感觉 所以我在动作上设计呢 会比较多 多圆化一点 相较于今天其他的男生的衣服 对对对 所以我个人会蛮喜欢决赛这一套衣服 看得出来 你表现得非常有自信 自信满满的样子 谢谢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en censorship is rampant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people turn to NTD for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China The only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in television going into China providing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truth about what's taking place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Our reporters and exclusive sources across China provide insider information that you cannot get anywhere else at this moment at this moment there's so many important things happening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NTD is looking at them each and every day it's just crucial coverage and you can't find better coverage anywhere else NTD promotes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through a wide variety of shows and events helping Chinese people connect with their roots The Times Square exhibi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exciting moment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James Beard Foundation is really delighted to be a part of it NTD serves as a unique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elping overseas Chinese to learn about the societies they live in 新唐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安 谢谢你们对这个电影的喜爱 希望能有些更好的作品 然后希望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 Unto得了新售在中国 the most trusted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NTD 要是在中国人生存在中国的市场 而在中国的新售 没有其他媒体跟 NTD 要知道中国的新售和中国文化 你只需要一位去一位 NTD 希望说就是可以把传统的那个男子的那个气概可以展现出来 有别于可能平常不同样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江昌宇出场 现在大家在舞台上所看到的词款 在许多文献照片中都可以看到的唐太宗当时的穿着 头戴软角葡萄 身着黄鳞仔绣圆袍 五爪团龙 红亭玉带 脚穿乌皮靴 既洒脱又飘逸 又不失鹦鹉之气 唐代官员的袍衫也多用词款 主要以颜色来作为区分 黄袍被当作皇帝的御用涂色 代表政治上最高群位 正统尊严与光明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江苍宇所带来的表演 苍宇我相信你这套服装应该可以跟大家介绍的非常精彩吧 我想大家用看的就可以非常了解 这是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的服装 他身上这个五爪团龙啊 然后还有红尘玉带 就是像我身上这个 然后以及他是圆里袍山 是非常经典的服装 好 请问一下 你在VCR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跟你的朋友的感情非常的好 平时都笑眯眯的 但是呢 我相信穿上这个服装 那个气势感觉应该要非常不一样 那你怎么样去做这个调整呢 其实就像我VCR里面说的 我是用想象 想象我是唐太宗 我是皇帝 那种君临天下 那个沉稳霸气的感觉 然后去衬托这个服装 让我自己身历其境的那种感觉 才能完整的展现这个服装的意义 好 我看到你的朋友 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有 好 那我们请刚刚老师来做知识问答的部分 昌宇相貌堂堂 如果你不走路的话 还真的是很威风的 但是呢 刚刚呢 你从后台走到前面来呢 我的感觉好像你才刚登机是吧 还不太习惯当皇上 还在犹豫我真的是皇上吗 少了那一份的那种顶天立地 那种威武那种稳重加上这种泰然自卧自信自得 那个你刚刚所讲的霸气 我并没有看你有充分的把它展示出来 但是非常不错的也不是黄袍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得上的 至少你穿的还是真的还挺好看的 如果只在这边给观众来拍照 是还真的蛮好看的 好 谢谢 那我可以请教你一下 那你穿上这个龙袍 那它跟一般的明朝或宋朝都是袍山 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 最大的不同应该就是这个园领袍山的部分 然后以及就是整个一件事的这样下去的服饰 然后像其他有上衣下上啊那种其他贵族的服装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唐朝像唐朝的服装比较华丽 可以展现出唐朝的经济文化啊等等都非常的雍容华贵 非常的好 所以颜色也比较显眼 那我请问一下 就等一下这个问答回答你的时候 那你觉得在唐朝你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只有皇上可以穿吗 其他平民百姓可以穿这样款式的衣服吗 其他百姓是可以 但不能用皇帝的专属的颜色 就像这个黄色的部分 像其他官其实有这些这个服装的形式 就像就是红色的部分就是官去所穿着的服装 好 那我再解释一下 陶山制度唐朝的它的袖口是比较窄袖的 其他的朝代像刚刚我们看的它的袖口是比较宽一点的 你可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一下你的袖子 它是窄袖的 那么它的长度也是会比较短 可以露出你的乌皮一些 这也是唐朝陶山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特色之一 谢谢 昌宇 我看你的扮相非常符合你这一身的打扮 你真的是很有那个贵族皇族的味道 可是我觉得扮相啊气质都很像 但是你在走出你的台步的时候 我反而感受到你的信心好像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你扮的是皇上 应该是唯我独尊 天下事情都在你说了就算 可是这个信心那种霸气我觉得我感受到没有那么威严 这方面可以再去体会一下 好 江超允你好 那个其实我觉得说就是自古以来那个皇帝啊 其实我们那个各朝各代下来 其实做皇帝的没那么多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称皇帝为天子 贵为天子 其实就是说是上天指定某某人来做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皇帝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看到也有其他选手 我们在试衣服的时候 他们也有穿上皇帝衣服 可是就是没那么太恰当 所以我觉得当然真的穿上这个衣服 有它的难度 你真的要把那个帝王那个霸气 或许如果前世做过皇帝的话 可能会更加能够长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能注意一下你的那个手 那个手的那个力度很重要 那我刚才看你做动的时候 手会好像没有把那个力度呈现出来 如果这方面再注意 然后再注意你走路的时候那种信心 跟内在的那种内涵会更好 好 谢谢曹老师 小语啊 我跟你说 我相信呢其实衣服是会选人的 其实刚刚老师也有提到的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衣服的气质衬托出来 但是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对 有点紧张 我在旁边我看到他的脸一直在冒汗 真的非常紧张 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能够穿上这套衣服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老师对你的期许是非常的大的 好 我们在这边再掌声 谢谢江汤鱼所带来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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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秉除那个紧张 因为皇帝不应该紧张的 我竟然紧张了 所以就是没有 就是好像没有把这件衣服 衬托得这么完美这样子 所以有点可惜的部分 对 那你觉得刚刚 你可以再进步的是什么 就是再稳重一点吗还是 可能就是走路的时候再沉稳 再大气 再步伐再大一点 然后更能衬托这套服装这样子 有机会再来当一次皇上 好的 没问题了 谢谢 巴塔哥尼亚鬼斧神宫的冰山奇景 古印加帝国神秘的文化气息 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壮观 世界无限精彩 尽在文化采风 主持人可欣带您遨游四海 尽情采风 人生的画卷应当怎样描绘 它与过去 现在和未来 有着怎样的联系 如何把握 才能使生命更加灿烂辉煌 细于人生 希望通过这个窗口 将不同的人生画卷展示给您 让我们福尔相拟 携手相牵 愿幸福美好的人生 宁愿伴随着您 请锁定 细语 人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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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具有清新大气 雍容华贵 乐观向上之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的服饰呢 是讲究材质 色彩鲜艳丰富 样式种类繁多 还有精美的配饰 会给人有一种雍容华贵 大气典雅 乐观向上之美的感觉 好像是我刚刚的台词耶 你好厉害喔 这个也是值得鼓励鼓励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喔 在出赛的时候你扮的是一个 算是个俏皮的侠女吧 今天呢 你觉得你今天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呢 之前那套侠女的服装我也非常的喜欢 那她就是比较俏丽 比较活泼 可爱 那我今天呢 是比较属于贵族的服饰 就是比较端庄典雅 温柔婉约 然后 我觉得我穿上这身衣服啊 我感觉自己一定是一个很心地善良 然后很有想法 然后一定又深受皇上宠爱的妃子的感觉 哇 讲得真好 好 我们请高高老师在知识问答的部分 好 教委呢 她出赛的时候穿的是唐朝宫女的半壁 那今天呢 她穿上了等于是两两的衣服了 那就两两吉祥 那么 呃 请问教委 你觉得唐朝的服装就像我们在电视剧或一些壁画上看到的 都是很揉露的吗 你可不可以跟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 呃 其实唐朝的服装呢 就像柔情在贵族之间才会那样子穿着的方式 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在安壁的形式是会比较多的 好 谢谢 好 那老师讲评的部分 范老师 呃 家卫 刚刚一出来的时候 真的让人家为之惊艳 好 这个惊艳并不是说你多么漂亮 而是说你跟音乐的步伐走出来那个台风 就深深的吸引着每一个焦距 都每一个人都会看着你 呃 今天的时空 呃 整个氛围跟你的气质 还有跟你整个人的那个心 身 灵 我觉得契合的非常非常的好 让人家感觉的就是一种大气 加油 呃 姜卫 你从一开始走出来的时候 确实就展现出来像是万老师所说的那样的一种霸气 尤其我特别感察到你走到舞台前方的时候 你有运用了一些想象力 你好像把自己真的是置身在一个不同的时空里面 将那样子的文化带过来 但是你老师这边有点好奇哦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因为每一次不管是出赛也好 决赛也好 你总是可以吸引大批的亲朋好友到现场助阵 在亲朋好友里面 他们到底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尤其你参加过了我们这个活动之后 老师也蛮好奇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就是其实我没有说我朋友非常多 只是他们都对我非常的好 然后也非常的力挺我 我自己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也没有想到 大家会比我还要热衷这个比赛 对对对 然后他们每个人也都疯狂的帮我拉票 我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对 然后呢我要特别就是 就除了感谢我的亲朋好友之外 我还要在这边就是 因为一开始他们也不了解这个活动是怎么样 可是一直到后来他们会这么的支持我 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五千年至今的时尚 这样 谢谢 嘉薇你好 我觉得就是也是跟那个其他老师一样 就觉得你今天非常出色 但是 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他女儿说 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 他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画 一首优美的诗 你要好好地学习 我说的这个国家就叫中国 他口中的优美字体 就是目前在台湾普遍使用的正体汉字 为了让台湾民众 为了让台湾民众能体会 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正体汉字 所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特别在龙年举办活动 欢迎千人民众一同挥毫写春联 也安排了书法老师为大家写春联 透过笔墨在春联上写下 对来年美好的期盼与祝福 跟彼此分享新年的喜悦 许多父母也带着小朋友来一起写春联 体验传统的过年民俗活动 看着他们认真书写的样子 或许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能借着这些热热闹闹的活动 默默地扎根在孩子们的记忆之中 春联的起源之一相传就是陶湖 它是民间于春节时 用陶木板画上神图 玉雷而神去避鬼怪的物品 古代传说 东海杜硕山有大陶树 陶树下有主管万鬼的神图和玉雷 欲作祟的鬼就会把它捆起来喂老虎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正体的汉字字形匀称优美 从而发展出来的中国书法 与琴棋画并列为四亿 是借助中国文字美的结构造型 来表达感情的传统艺术 如果在台湾那我们有更好的学习的条件 因为我们用的是正体的汉字 正体的汉字其实跟我们的书法 艺术整个是结合起来的 所以当它结合起来的时候 也可以让你自己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那一种精深博大 跟它的内涵 历代书家认为 玉修书道要利品为先 道德是才华的根本 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 所以古人说 人品不高 用墨无法 真正的上乘书家 必须使书品与人品达到统一 书意已到 由众人品 所以习练书法与修身养性是密不可分的 习练书法可以让人体悟做人的道理 参悟书法甚至可以启发人生哲理 取法自然 一丝不苟 平和淡薄都是书者需遵循的章法 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汉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 而提到汉字 也就不得不提到和汉字息息相关的 佛版印刷术 造纸和印刷术起源背景 是因为唐代佛教在中土渐渐盛行 急需大量纸张 一共勘印佛经 唐代印刷术的发明 与佛家经典的红传有着很深的历史起源 日星柱子航从西元1969年开始营业 在台湾已有40余年的历史 主要是在突版印刷的时代 负责铸造签字提供给印刷厂 目前店内仍保存早期由大陆师傅引入的传统印刷字模 包存了中文书法的笔画与优美的字形结构 由于大陆早已改为简体字 因此若这里字模被销毁 存在我们记忆中的中文印刷字体 就只能在古籍中寻找了 老板张介冠表示 以前印刷术主要服务宗教 中国为了印佛经 汉朝开始出现板刻印刷 随着电脑印刷的兴起 活字印刷机与注字机走入了历史 老板张介冠成了最后一位签字印刷工人 被称为台湾最后一家正体字的签字注字行 目前是两岸三地保存最完整的正体字签字的保护 张介冠想帮台湾社会保留注字文化 以及有感这个行业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坚持不关闭注字行 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场所 不时会有想要了解注字文化的人们前来参观 老板也会义务担任解说人员 汉字的发展现在为止 已经有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现在以全世界来讲 使用汉字的两个最大的差异性 一个是中国大陆它的简化汉字 那再来就是我们台湾 可能是全世界最独特的使用环体汉字的一个区域 简化字在中国大陆的普及 使得十几亿的中国人不能读 或者很难读懂古代承传下来的典籍、碑文、 考古文献、历史文献 尤其如是到传统信仰文化的古装文献 这造成了多数大陆人远离中国古代文化 加上教育系统不再传授正体字 汉字简化使得中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断层 即使专门研究古文和考古的专家 因为意识形态被马列思想所取代 研究人员自身也很难理解古典经书的内涵 翻译成白话文再写成简化字 内涵和形体已经面目全非了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与中华民族的信仰道德文化 不能被后背传承 即将造成民族精神的消失 会比赛素的内涯 对比赛素的内涯 对比赛素的内涯 汉字既在中国千年的历史文化 以及当时人类的生活经验与认识 甚至连山水动物都能够刻画在文字中 但经简化后的汉字 失去原本造字的规则 也破坏了字型的内涵 间接切断了现在中国人与传统文化的连结 透过正体汉字 让现在的中国人了解祖先们 是如何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同时也因为深切明白自己的过去 能为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深感骄傲 现在也有许多认真的人们 为发扬汉字文化默默耕耘 汉字以形意生韵浑然一体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与信仰价值 由于认识到汉字背后的深厚内涵 在2003年 新唐人制作团队提出 制作汉字节目的构想 做汉字节目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团队 共同的心愿 以我来讲的话 我很早就想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汉字 汉字帮我走过少年时代那种自卑 那种很彷徨的困境 但是真正让我下节目去做 是我看到一个广告 一个那个作文不喜欢的广告 用汉字治疗悲伤 哇 我好感动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过去觉得 汉字治疗悲伤是我个人的一个秘密 现在才知道汉字可以治疗悲伤 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因此我就下节目 要把汉字的那个可爱啊 汉字的美好啊 介绍给小朋友 这个构想获得制作团队的认同后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1年的光阴 在创作初期 制作团队花了不少时间参考目前台湾 中国大陆出版的汉字节目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眼下的这些节目 并没有将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 仁义 理智信等道德观念呈现出来 于是团队成员开始思考 要如何能将传统信仰与道德 融入在节目中 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 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和道德 比如说色 色字头上一把刀 那这是不是在警惕我们什么呢 那我们再看看信 古人最重视这个信用的信 人言文信 那意思就是说 说的话只要守信用才是人 说话不守信用那就不是人 说的话也就不是人话了 我们来看那个汉字的南 这个字的甲骨文 我们看它的那个左上方 是一个很大的田 那右边这个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长长的手臂 但是它其实不是手臂 它是梨 什么是梨呢 就是挖土耕田 梨田的梨 那非常重 所以呢 在古代的时候只有有力气能够拿得起梨来耕田 挖土的人才能称为南 我们从汉字来看 更可以知道我们中华文化中对于男人的尊重 由于这个节目是设定给小朋友看的 所以制作团队知道 要先从日常生活中着手 孩子们才容易有共鸣 所以他们选择了小朋友容易遇到的汉字着手 例如羊 牛 鼠 或者是和生活相关的 家 其实每一个汉字几乎就是有一个故事 甚至他的一笔一画里面都可以带出一个故事 家家有本难念经 家丑外扬不好听 不辞子笑醉温馨 夫妻恩爱一世情 兄弟姐妹一条心 一家和乐万世心 水性多变有 用朗朗上口的短诗帮助小朋友认字 还用拟人画的毛笔爷爷解说 汉字从开始的甲骨文 一直到楷书之间字形的演变 用有趣的故事 让小朋友了解汉字的造字来历 和背后中华文化的内涵 很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他刚开始写字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他就是会觉得 好辛苦哦 为什么 这个字那么难写 但是你让他了解他的内涵之后 其实对他们来讲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节目 我觉得他就是会一直持续想要在这里 继续把它做下去 然后希望可以让更多小朋友 可以透过这个节目 可以更轻松地学习 更快乐地学习 在这十一年的时间里 制作团队一直坚持默默地付出 节目播出后 除了受到海内外观众高度的评价 台湾桥委会也曾购买 作为世界各地桥校的补充教材 国家图书馆编幕时 主动把悠游自在列为生命教育科目 后来更获得台湾广播电视 小金钟颁奖典礼的肯定 伙伴最佳儿哨动画节目 那得奖的心得其实我个人是很惭愧的 因为在现在全球的汉字热和中文热的风潮之下 正是宣扬我们中华文化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是炎黄子孙 上国一贯这样的背景 我们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制作团队在资源上 包括企划 写稿到制作人力 常常都是短缺的情况 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继续坚持下去 将汉字的文化发扬光大 因为我们已经体认到 现在在全球各国各地 都是动荡不安的 不管是在政治经济 或者是军事等等各方面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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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